词曲 李宗盛 我们在看 未曾有译法 不从英女生 假如你执着的认译法 你都觉得说 我学你的法法 我无私自通 我都沒有人教自己的學校 不用再遷留 不可能 至少你爸爸教你認識字 花錢給你學吧 你說我今天無事之中 至少你看過經典 你的老師教過你認識字吧 沒有過去的那位老師教你認識字 你如何了解佛法 可是有些人只覺得我自己就看過了 不是你教 你才會發現 我今天之所以看著懂經典 我要感恩的人太多 你會把你那種感恩的心 那種感動的力量 付出給所有有緣的人 當叫做慈悲 你會發現 哇 我很感恩 我今天 要好看有青 眼睛 六根巨竹 可以看通的佛法 看懂的經文 尤其你 尤其你到最後你要感恩佛陀的智慧 他讓我找到人生的光明 你會拋棄所有的恩恩念念 所以你學佛入心了 你可以跟大家融合在一起 不然的話 徒有其名 如同其事走路 未成留意法 不成有女生 所以你會感 你感覺到自己的渺小 有時候我們很多次 是在眾因緣的批音之下成就的 學習佛法 世間法可以 也許可以有特權 也許可以某些的條件關係 可以安全過關 可是佛法它絕對不是靠什麼關係 是靠你的腐敗 今天你的福報從哪裡來 從你信念佛法來 假如你對信念佛法的那份耗耀都沒了 你的福報馬上就消失了 我再講一次 我們今天的福報是來自於信念佛法來的 假如你連信念佛法的那份耗耀性都沒了 你的福報會相對馬上消失 你聽好嗎 你把這塊大力的 福報從哪裡來 我應該要來做個牽頭 你挑槍 來誰來回答 我來回答 不能逼你了 我們信念佛法 假如連信念佛法的那份耗耀都沒了 深信不已 這是正信 正信跟正念 所以有些人啊 形式上似乎好像是在佛教團體 佛教單人 但是他已經沒有正信正念 他的福報已經相對消失了 就如同你這個海水裡面的水 我 我搖了一桶水放在旁邊 離開了大海的那一桶水 終將會蒸發掉 我已經離開了法的信念 你已經脫離了海水 脫離了菩薩的修行 如同海水 你拿了一桶水 離開了大海 不跟大海結合在一起 那一桶水你放在那裡 會不會被蒸發掉 我這剛才答案 離開了那個正信正念 信念佛法 我們今天的佛法 我們今天不論在家出家 我們今天的佛法 是你的信念不斷的在剷新 不論你年輕的來學習佛法 或者是年長者學習佛法 尤其年長者 我常跟幾位年長者出家的跟他們提 合不合法用功 合不合你瘦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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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你鼓 合一句 你那個 無有畏懼心是來自你的法力無邊 來自你六度慣恨的精進 所以我們今天的福報 你會覺得我今天福報這麼大 不是你福報大 是來自你對佛法的心 要不然你把佛法的信念 你把它抽掉你的福報很快就消失了 很快就消失了 好 再來我們看 世故來一切法 無不從 無不是空著 世間凝悍 包括我們自己的色身 我們都希望讓他 永遠藏住在世 不可能 不不是空著 可是此色身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你可以讓你的智慧 是無信念的 如佛一樣 他說佛光普照 好 來 我們來看他的一個解釋 好 來 我們來看他的一個解釋 好 我看到 好 這是隱正 我們看這個 映朗他這一段白話解釋說得非常好 帶著大家看一下 他說這是隱正佛說 因為論主要破外道的空意說 他以這個來說 佛說正成云起信空的至終 佛在聖意空經開示此意 在華守經裡面已經終於也都有提到 也都曾說過這個祭送 我眾議員的生法 我們說極是空 一名是假的 一名中道理 所以中國的佛教 要像天台宗 選手宗 選手宗就是我們的華盈宗 華盈宗 天台宗 他們的這幾位大師 也都常常來宣說 運用這個祭送 所以為什麼稱他為天下第一宗 天台智德大師 我們的選手大師 華盈宗 也都以這個為什麼 為佛法的根基礎 因為眾議員神法 我說極是空 是佛法的根本 不是佛法的究竟 他是一個根本 你看到根本就沒有一個究竟書 地基不鞏固 怎麼能夠蓋成大樓 所以你學習佛法的根本 我們說基礎學怎麼說 這就是基礎學 有些人認為宗觀是一個蠻深的一本學問 但以我個人的學習 我覺得宗觀是我們學習佛法的根本態度 不是宗觀的意思的 是我們已經太習慣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所以碰到佛法談的空性 碰到佛法談的緣起說我們會怕 什麼之間一切都不染著 怕的什麼 為什麼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 尤其是在生團裡面 那個也不可以那個也不可以 坐也不是騎也不是 什麼動作都被破 就因為我們太習慣了 我們的生活方式 他就是必須在你的生活方式 狀態你做的是對 他也告訴你錯 錯 錯在哪裡 你這條什麼 像有些人很恭敬傷疤 很恭敬到最後 都會被破啦 被破那份子取的時候 阿不然我不要做 不要做也沒 做也沒 到底要做還是不做 到底要做還是不做 以前講的一個故事就是這樣 約教我以前 以前談過的一個廟高禪室 他打坐都很會打瞌睡 他說一見坐就這樣要睡 突然醒來 他就想說阿不然跟那個山來俏壁 想說好啊 該他拼了 就如果吐咕 拔下去 死就算了就好了 他就走到這個玄來俏壁 打坐 他想說 這這麼輕吐咕 我們死的啊 他想告訴自己 藉這個力量來告訴自己 不可以打瞌睡 結果一打坐 一來打瞌睡 在那 在那 在那有人要鋪起來 有人要鋪起來 他說 是誰人啊 你這樣給我鋪起來 委託菩薩 喔 就說 這裡有事 葦祖菩薩給我鋪起來 就笑中 葦祖問了 像這裡有受 洗到有多少 葦祖菩薩說 太多了啦 我給他翻這白話 太多給你 很多的意思 他就說 威道菩薩就說 因為你這一面傲慢心一起 二十幾個的時間沒有要給你付錢 你會死嗎 一個這麼用功 只不過是把我們報了 問一句說 像我這麼用功有多少人 二十幾個威道菩薩沒有要給你付錢 我們一天裡面蓋了一張兩頭 威道菩薩也入開了六句了 我們都不知道 還在笑中 嗆笑 憔弱 真的有時候我看到這個功都覺得很慚愧 他只不過問一下說 像我這樣用功的人多不多 都因傲慢心二十幾個不負持 他很慚愧 後來他想說 他很沮喪 我才問這樣而已 威道菩薩就離開我 很沮喪 後來他想開了想通了 不管威道菩薩互不互持我 我還是要用功 後來他一樣回到玄來敲壁去打坐 他一樣獨咕又知道了 威道菩薩又補起來 你是誰啊 我師父啊 你不是說沒要給我補啊 你還要給我補 他說因為你有慚愧心 所以還跟你講 因為你那一念慚愧心已超越二十節的補報 所以學習尤其深重 也沒有慚愧心 如果跟你講 有一個臉書 還是說 那個學習的態度依然沒有辦法提升 你會發現到威道菩薩沒有辦法提升 你也看到很多人都不想靠近你 那就是慚愧心 就如同威道菩薩沒有辦法提升 我深深體會過這種命令 我看過很多僧中 因為那種慢性一起 他就退世了 可是他一直活在他的慢性當中 很可惜 所以初學佛法者 一定要保有那種慚愧心 我們講慚愧心 聽起來那種慚愧心 我們也把它講得比較柔和一點 叫做嬰兒心 叫做嬰兒心 聽起來好不好 嬰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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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心聽起來好不好 我有標準吧 因為他心很崇真 慚愧心 嬰兒心那種求法心很真 那種慚愧心就 不好意思啊 我就做不到 你管的我不是 那不是那種 那種慚愧心是那種 你看小孩子一做出來 你做做事情 你稍微跟他講 他那種害羞的那種 嘖嘖嘖 嘖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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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嘖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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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嘖 嘖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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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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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地萬物皆空 此萬物空我一空 萬物皆空 我跟天地之間同一地空出現 代表是那種許空 不敢做那些 那個慘虧心是學習佛法 必備 那個慘虧心你還在那邊 以我個人的一個 我阿咯還不是性戀 這種人我絕對不會性戀 我會覺得說 你真的在我的觀念裡面就是那個 都不可愛的那個不可愛 所以我不會想去愛你 因為已經不可愛了 因為世界已經告訴我 世界都不可愛了 你還借那個不可愛這樣給我看 我絕對不會去愛你了 這慘虧 為什麼 就是如此 那個法 我告訴你 不可愛 你不會想去學習 所以人啊 學習佛法不是等待的人這樣 你能夠教我什麼 而是你對法好耀著什麼 你信念著什麼 你今天為什麼要去求授界 你今天為什麼願意去出家 你為什麼願意去學習佛法 是那份信念性驅使著你去學習 而不是你學習以後 我看誰要教我 我就直接沒人要教 誰要教 你在教人家 你教人家 那是 那固 説時講的 那獎心魂 就很厲害 上一位 在那種 那獎的舞也有好厲害 爹也有好厲害 爹也好爹 就順著 就知道 改喊就去 改喊就喊好 想想想想 看主人敢想 他就知道要做什麼 想想想 想想 第二早上是急著就這樣這個痛就知道要怎麼做 做得好,這是第二早上 第三早上是急著就快著一步 算了還可以 哪一早沒救那 第三是第四早 打拉不痛 公仔不怕 這早也絕對關擦 聽我吧,咖咖 咳嗦啦 我想說我怕咳嗦 太不用怕團燃有其他的人 我團滿病的 咳嗦 所以有人問世尊 世尊啊你咳嗲有什麼種方法 我跟你一樣 你在餐廳也好餐廳 你有四種方法 我也有四種方法咳嗲 那個咳嗦的就是不理他了 再也不跟他講話了 他已經被咳嗦了 很可憐耶 你看 都沒有人跟他看我 你就空氣了 聽懂意思吧 所以你看 你是要學習 你是希望你自己是哪一種 是那個眼睛一看就知道要做什麼 還是被說一句話要走一步 我們往往都覺得說 你可以教我什麼 以我自己的學習狀況 你知道我老一頂這 老一頂甘心疏過了 我就知道要做什麼 有時候一定走過 屁屁就知道 等一下要跟你做什麼 這都講得很準 不是我在說韓國 你就是那種柔和那種細心 為什麼 是你學法的真 學習佛法 我常告訴自己一句話 不進則退 你今天沒有進步 你今天就是退步 不進則退 你今天不想進步 你今天不肯進進 你今天就是退步 因為你的生命不可能再重來 因為你的生命不可能再重來 你今天過了 你今天的生命就是結束了 不可能再重來 你有理由現代嗎 所以你怎麼會感受到 無有意法 不從因緣生 此一年不可能再重來 你可能再重來的民國103年的11月20號嗎 11月23號 11月25號嗎 雖然還沒有到 未到你也不敢保證一定到 比過去你不能再讓它從頭來 保護方向 一年不斷在左 好 一年不斷在左 好 我們再看 看下一段寄送 若以一切不空 有沒有看到 沒有 假如一切都不空 你覺得一切都是真的 實有的 他人生過得很痛苦 他很厲害 若以一切不空 則無有生命 如是則無有 是聖地之法 假如一切不空 舉個例子 你假如 沒辦法去深深的原諒 傷害過你的人 你這一輩子 就因為這件事情不能解脫 我誰都可以原諒 可是那個傷害過的人 我沒可能完了 你會因為這句沒可能完了 你這樣 因為佛 佛之所以為佛 慈悲之所以為慈悲 就是沒有敵人 佛之所以為佛 是一切眾生 皆是他成佛的對象 若一切不空 像有些人碰到了障礙 有些學生 他碰到了障礙 他就去學務主 老師啊 某某人欺負我 他跟你講了很多 他被欺負的過程 在他內心裡面 他是希望老師去處罰那一位學生 是吧 可是那老師可能不會這麼說 然後老師跟你講 好啊 鬼就好啊 說怎麼可以這樣 鬼你就不要跟我說 你跟我說我跟你放我 就是叫你放 該怎麼處理 是老師的事情 你受到了某方面的委屈 你去投訴 你去告訴了師長說 你被誰欺負了 師長知道了 他會先告訴你方法 因為我們是修行人 我們不是世間人 我們既是修行人 我們會告訴他 你就放下稱恨 你就放下仇恨 你放下恩怨 至於怎麼去教他 這是師長後續的動作 可是往往我們在世間的思維 會覺得說 我現在告訴你 我就是希望你用我的方法 怎樣去處罰他 讓我感到滿意 他是世間人 輪迴下 聽懂意思嗎 修行人之所以他珍貴可愛 是他可以超越世間 一切對立的恩怨 這是很不可思議的 以前碰到一位 他受到什麼一切 師父啊 你教教我方法 你請法師開示 什麼事 我被誰欺負 講完了師父就沒有 那就放下吧 我跟妳說的 坐著你剛才教我 我跟妳說 那不要自己怎樣 去自己相待 然後那才會清楚 佛法告訴我們的 是希望我們能夠建立在信念 佛法能量解脫 而不是讓人去製造恩怨 這一點必須清楚 好 所以我們看 若一切不空 則無有生 一切不空 就真實真實 就永遠都存在沒有生命像 既沒有生命像 也就沒有什麼 你凡夫永遠凡夫 不可能成為聖人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談到了 為什麼在事業裡面有那個墨魚 餘生龍頭 轉凡成聖 就永遠世間如常 所以永遠一切把永遠所生 你永遠成就 你就可以轉凡成聖 假如一切都實有 一切都不公 你不管怎麼用功 你凡夫一輩子都是凡夫 你再怎麼精進用功 你也成不了佛 那不是兩座禮嗎 所以你必須有一切人 因你所生 好 我們再翻過來看 若不從原生 云何而當有苦 無常是苦力 定性 無無常 這句話就在談 若不從原生 云何有苦 就是云何無常故苦 阿漢金 這是在談阿漢金 阿漢金赤尊 告訴了眾生 告訴了所有人 無常 故苦 我們之所以感受到 不是世間如常 你看我們花多少 不用拼了 一月我們改造出來 馬是造出來 是吧 勇盡風喊 勇盡風喊 勇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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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誰又不由人 無虐無常 愛 我前幾天在看了我十九年前的照片 我就工作 Lee 結果你看看能不能回得去 他都回不去了 不是 比較散 比較肚子 你那種天真無邪 那種可以這種 那種所有回不去 一些時間都回不去 我真的來講出來要好年輕 但是10米錢都比較年輕 10年前你看10年前的時刻 10年前再看10年前的時刻 你會發現到 什麼都回不去了 無殘顧苦 所以珍惜人生 要來去環流世界 醫療要跟你講 所以若不從原生 雲何當有苦 沒有無常 所以你假如一切都是石油 你一開始出生的時候 你不可能會長大 你也不可能會凝了 你永遠都是活在那個銀河下 一世人都不懂 這樣很辛苦 你別覺得這樣很好 我們他是那個 假如世界是石油 你不可能改變 你一開始不出名 因為都是這樣 更加拼命也是這樣 更加拼命也是這樣 沒有無常向 違反了世界爭議 所以他其實要告訴我們 就因為無常所以苦 無常是苦意 無常 所以無常就是代表苦的意思 真的無常 古人講的那句 我覺得非常好 千金萬年 都買不到水外 千金萬年 都買不到水外 千金萬年 都買不到歲月 婉晴是他的 他的他的字號 婉晴老人 婉晴老人 宏毅大師的雪露騰很好 宏毅大師 婉晴幾年去看他寫了那十些文章 都是他人生歷練過來的 他是一個大紅人 大明星 他可以在人生最巔峰的時候 放下所有的名義 跑去出家 他是人生最巔峰的時候 跑去出家 不是人生最老闆的時候 去出家 所有人都說 哎呦 你是收不去出家嗎 不用把你辣椒了 人生最巔峰去出家 婉晴大師 他真的是這樣欺騰 他發現到 大家 去追求他的 是想借用的他的某方面的條件 去掌量他的地位 所以他覺得此世間不可愛 所以他 送到金剛經 看到佛的智慧 食為一眾生可渡者 世間是無時無虛 看到世間 我像我人像我眾生像我瘦子像 大為感動出家 必然決然的出家 他是一個大禮出家 毛筆字 他的書 進來漏勞的 替代人生 所以他之所以為何我們要出家 就看到世間的苦下 無常下 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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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是了解世間的無常 無常 所以我們想借用 種種種的一些因緣條件 我去成就 可以成就的因緣 就是應該知道世界有找出我們 更應該珍惜我們的生命 你這樣空空晃晃 一天晃晃過一天 有時候吃有時候睡就好了 你不知道你這樣黑白無常 我以前有一次我去跟我的 一個啟蒙的一個禪師打坐 他這個人很高怪 很奇怪 很特別 很特別 我們是不是要共佛那個花瓶 一堆 他就一個黑色的 一個白色的 給你排在共作 一個黑色的黑瓶 一個白色的 對 我有一天去看 你那個花瓶子 不要放一堆 你這樣沒一堆 你解釋我聽 黑白沒一堆 黑的就一堆 黑的有黑的白的白 你一個花瓶 一個花瓶白 你也放一堆 比較好看 你說為什麼沒有黑白 黑白沒有一堆 我灰 你知道嗎 我就問他 他絕對有他的意思 我灰了我發覺到他 那天白黑白 他沒有每天白黑白 他就要加我白黑白 一個黑的白 我問他為什麼 你說 當你看到黑白 你就看到黑白就無常 黑白無常 黑白無常 我們是不是電視都看 黑無常白無常 七一八 你也看到啊 無常隨時都在吞噬著你的生命 你今天再敢懈怠 敢堵 黑白無常 一天 一天 早上 白花瓶 晚上黑花瓶 晚上黑花瓶 黑白無常每天在吞噬著你 你不用說 你的生命就被吞噬掉了 好不留情 有常依耶 有常依耶 我到一萬島 我也把台湖背 我到一萬島 也把紅頭抬去 誰敢 我也知道 他才是就這樣搞 我這樣敗說不對 不對我就改了 當然還是玩笑話 只是告訴自己 你真的把那個黑白放在心上嗎 你真的把無常掛心頭嗎 什麼叫無常掛心頭 舟來飯去 常把生死掛心頭 真的嗎 你把我騙 你真的把生死掛心頭 吃飯吃飯吃 菜吃飯吃 有把生死掛心頭 被那位才是 你趕快試試 一天去你島 把我騙 我去你島跟他打座 你把我打座 我把他收起來 你若沒有狗了 你會放開 他說 你貴拼 你看 不是你那麼貴 你比較貴拼 你狗了你放開 好 報告要給他 你島的狗是熬拳的 西藏熬拳 是狗拳的 是狗人的 我都花不到這條 印象深入 很久了 很久了 所以我更回不去 那個西藏的西藏 還不回去 我說 這很可愛 可是我印象深入 就是那個黑白無常 我要跟大家 表示的是那個 你有沒有把生死掛心頭 不用功 不精進 什麼叫精進 啊 我今天就有用功 休息不是定復療師 我說我今天就有看經 我今天也有上經 有拜訓 這樣就不已經你改團了嗎 可是我們只是在 主謀安慰 我今天有送金了啦 黑白無常 他不會找你 教上找 聽到嗎 我今天有送地藏的金 我被無常放了 放了 每天就在幫你教 當有一天真的幫你教的時候 你不會電動 那是更好 其實有很多人在學會 學生在安慰 你知道嗎 有啊 我有上經啊 我有拜訓啊 這樣就報平安 我告訴你 你要聽這種話 剛才在這裡聽到 聖經福德 我來唱 為什麼 佛法就在談這個 佛法絕對不是在告訴 啊 你有上經的保平安 你也給我騙 我被無常放了 不管是在給我教 是讓你精進 超越無常 生死對你而言 不過就只是個幻境 此一期生命結束 我到另一個生命的開始 有開始有結束嗎 看似生命結束 實質是我下一期生命的開始 有開始跟結束嗎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無常來了 來了又如何 來了只是我下一期生命的開始 所以無死無終 那個黑白無常是告訴人 你真把生死掛心頭嗎 你打到的時候 你敢懈怠嗎 你的生命敢浪費嗎 而且又要學無我 學無我又要在整個的生涵當中 展現那個大丈夫的氣概 人家可以做到 我就可以做到 我不能跟別人一樣 你不能標信力 你標信力絕對是我 一個先進文明國家 不可以隨地讓大小編吧 隨地大小編就發千里 所以前幾天 前幾天 現在是上個月吧 上個上兩個月吧 不是有大陸團的 來去我們伊林 你在頂泰峰 伊蘭就在那裡放了 你們看過嗎 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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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點 用這個 寶特瓶 砰 啊 夭壽 這是文明的態度嗎 他們覺得可以 你在這裡就是不行 佛法依然不是 不是你覺得你可以就可以 法 他是不妨礙他人 也不妨礙自己的解脫 此法可貴 聽到我 好 所以再看 若苦有定性 假如苦有定性 苦 你在怎麼休息 你也不能解脫 那苦 永遠都是苦 所以在哪怕 我們這世人 這世人 如果這世人 給我們 百般的折騰 你被折騰一次 你就解脫一次 就看你用什麼態度去 平衡 所以看 若苦有定性 何故從己身 假如苦本來就有 何必從己 己就生起 何必有生起苦的原因 所以苦不是原來就苦 是因為有苦 生起苦的條件 所以 苦若有定性 何故從己身 事故 苦有己 已破 空已故 這不是義無說苦 苦不是本來就苦 苦是因為有苦 生起苦的條件 才苦的 對 苦 若有定性 這不應有滅 苦 假如有定性 苦永遠都是苦 不可能滅 你在怎麼修行 你也沒有辦法離苦得樂 因為苦是定 一定就不可改變 不會啊 我們用功 可以轉凡成聖啊 所以 乳酌 定性故 急迫於滅地 因為你只走苦 那個空 那個所謂的空 那個所謂的空 是那譬如說的空 那你就破壞了什麼 急迫下 苦若有定性 這是榮術菩薩 你看他在神定一件事情 他在破壞到 他這個是在破壞到 苦若有定性 則 無有修道 因為你根本都不用修 你在怎麼修到 苦永遠都是苦 你看 這榮術菩薩薩 苦若有定性 換句話說 苦無定性 苦無償性 假如苦有定性 則無有修道 若到可修行 則無有定性 假如修道可以離苦 持苦不以為定性 假如苦有定性 假如苦有定性 再怎麼修也沒有辦法離苦 這樣你聽不懂 好像在繞口令 中觀就是要讓你頭腦清楚 插一個字 插一個觀念 全部全盤皆輸 所以修行佛法不能舉起不定 要趕緊 觀念 一個字都不能招 一個念頭 一個兩頭都不能招 你看 你看榮術菩薩 去怎麼省 省外道 來我們再舉個例子 我們再看 你看 他一開始先告訴我們 苦 若不從原生 我們再看這個紀頌 大家在什麼是怎樣 這是在教他 讓他思為佛法 教他怎麼去判定一件事 苦若不從原生 雲若當有苦 苦從來 苦一定是有條件來的 你今天會感受到 我是有人罵你 你今天為什麼會 你不會這樣不定 坐著就流眼淚 你絕對因為有流眼淚 你有什麼流眼淚 一定有流眼淚 我想到很開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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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了什麼事情 說我 累從中來 你不可能坐在那陌廢 沒有在流眼淚 那陌廢也是有流眼淚 那陌廢也可能 一定有原因流眼淚吧 所以這不會無緣無故的 我才有坐著自己要流眼淚 你狂憑 一定會 有時有流眼淚 不然你想到什麼事情 想到你感動的事情 想到你流眼淚 必定有因緣而生 所以他談到 好 所以 無償是苦 所以苦是來自無償 有變化 有變化 所以定性 無償 定性就不可能 無無償 定性就不可能沒有無償 無無償 定性就沒有無償 定性就定性 就無償 就不應該是存在的了 既然無償存在 苦就是因為無償而有苦 這樣聽到 所以他開始在神了 好了 你說苦是定性 苦弱是定性 何故從極生 苦假如本來就有何必借用幾才爭起苦 既然苦是從極而來 苦不應該是定性 他只在反駁他 這個觀念 這樣聽到嗎 你看他在神了一件事情 你看 所以跟宗論 跟宗觀 在很嚴密的思維 他不行就要死掉 他沒有灰色地帶的 沒有模糊地帶 這樣就是這樣 談其定性 好他在談第二 苦弱是定性 不應有滅 苦再怎麼修都沒有辦法回到滅 滅就是極滅 苦永遠都存在 若有滅地 他說如若執著定故 就不應該有滅 你就沒有那個解脫的條件 滅就是解脫 因為苦永遠都是苦 不可能再解脫了 苦若是定性 就無有修道 你再怎麼修苦永遠是存在 假如修道可以離苦 持苦不應該是定性 這樣你聽不懂 我覺得這個寄送很好 一定會學的 一定會把這個宗論都訊息 要很便宜 但是不是要跟我們認識 是讓我們對法的號量提升 法的珍貴 好 我們再看一小段 我們再看下一個記者 若無有苦地 極無極滅地 所可滅苦到 所可滅苦到 盡為何所之 那苦都不存在 你再怎麼用功 你也回不去啊 所以他這提到 盡為何所之 就是 假如無有苦地 苦地都不存在 極地也不存在 換句話說 苦假如是定性 你再怎麼用功修行 再怎麼布施 此間仁仁仁仁仁仁仁 不管你怎麼用功 你永遠沒辦法離苦 但是這個苦 苦地 苦是因為無常故苦 不是苦一直存在 所以你看我們在打坐的時候 各位去體驗打坐 從打坐當中去感受到苦 所以你會感受到那種 什麼叫貪忍 世間上最難忍的是 你身上的苦 你的壓力的苦 你可以忍的苦 你打坐的時候 你看那個腳啊 腿的痛啊 痠啊 麻啊 你不會過 最難忍的是 在你身上 吹 吹不 但是實際在痛 如果我們在殘腦 在打坐 腿 盤起來 吹不住 痛 我痛的時候 我們心裡會想說 腳尿一下 當這個 蠢之中 吹不住 吹不住 那種苦 看不看不看不看 可是感受不到 可是喝了過 就不痛 但是要喝多久 不是一次說 哎呦師父 你打坐腳 怎麼都不住 你不知道我痛過了 是痛過了 過關過 不是不痛 就不是煮肉水是好 所以有人在問啊 在六祖壇心裡面不是有人問嗎 若中日打坐可以開悟 六祖壇心跟他談 那些石頭為什麼不開悟 那些石頭 我剛才那個產師片我打坐 他當然 我會講過 他說 他說我家一個生弟 他生弟也比一世人也不開悟 當然我們不是在取笑他們 他是在舉個例子 不是要你 不是取那個打坐的笑 是讓你去打坐的過程當中 去感受到苦從哪裡來 你要記住是吧 再講一個例子 再講清楚 打坐呢 不是要你去感受那個打坐的想 是要讓你去感受到打坐過後的那個苦的過程 結果你認識的你超越他 所以你那個坐向自然清楚 就會人家會跟你合差 不是在取那個打坐的樣子 是從打坐的過程當中去感受到 那苦的不要一開始坐不會痛 可是慢慢的腳會痠痛�나 那你堪忍力過來 不會打遍天下無敵手 那你堪忍力過 你會打遍天下無敵手 什麼叫堪忍 索伯世界何以叫堪忍 你可以忍得過你身上的苦 是你打仗子 說這樣 你在這座大禮看著 你在這座大禮打仗子 腳好痛 你不知道 可是那個過了之後 你有些人很難去 那個打仗之後 那個苦很難耐 不好熬 不像你會過年 坐起來 打仗子 寒凶八倍 不是寒凶八倍 打仗子就是這樣 說會開門 我不相信 可是 我們說打仗放鬆 放鬆 哭了 放鬆是怎麼放鬆 那必有放 這一個放鬆式的境界 放鬆從哪裡從苦 跑過來的 那不然我眼半熬穿給你打仗子 慢慢去體會 所以我最近在籌備我們這個三男大禮 我一直回味著那一段歲月那種 那種歲月就如同你在夏天 天氣很熱 很熱 可以喝到一點點水的那種滋潤 什麼叫滋潤 做吹答 做吹答 只要一點點讓你吃 讓你感到你臉吹吹就甜了 你要聽說 你幫我吹答吹答完 你就知道 為什麼在打仗的時候舌頂喪惡 那個 那時候你會覺得最珍貴的是脆弱 世界最美味的是 讓自己的脆弱 坐下來 身經直渴 身經直渴 這句話絕對有他的意思 看你的眼睛很大力的 別再告訴我 聽過 好 看下一段 要下課了 我要看下一段 下一段是不一樣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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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 因緣所生法 我說幾世空義沒有為假義 你總當好得去提了這句 天下聽說 你會去發現到 學習法的真果 你會去告訴個自己 你假如不用功 你一直都只是個魔子的魔術 當你肯定用功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很多人會去告訴你 這樣不對 那樣不對 那代表你真的開始在用功 假如一直沒有人告訴你 你錯在哪裡 那只不過是個魔王 一直看著你 你就在我家裡怕頌 聽懂吧 所以 你要發現到 你開始在用功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很多的考驗 那是要超越自己 好 我們今天課程就到這裡 那下個禮拜 我們要上課 我會再跟工作人員 在電話裡 假如沒有聯絡就上課了 好不好 好 我們來回家 請課長 願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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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積於一切 不積於一切 我得以眾生 我得以眾生 皆共成佛大 皆共成佛大 謝謝 謝謝 認識 謝謝 moms